嘿喲 聊世紀 天天龍星 大家好 我是Léo 今天來看越南人對上法蘭克人 這場比賽是 很愛寫的阿拉伯地圖 那先來看一下大約5點鐘方向的 阿拉伯 越南人喔 阿拉伯 越南人 阿拉伯 越南人 越南人呢 他的特色是他的經濟科技 研發速度特別快 不管你是要研發伐木技術 農田技術 還有一次手推車技術都是非常快的 而且都不需要木頭 就可以直接研發 只需要肉而已 越南人的經濟算是一個非常好的文明 而且後期也可以點下精灌紫幣技術 每大約25個伐木工 就可以獲得一個聖物的黃金鏟人 越南人還用免費的工兵鎧甲 很適合打奴兵 戰矛 馬攻路線 這三個都很適合 然後後期的越南人 雖然攻擊力稍微差了一點 沒有三攻 但是槍兵路線還是很能用 後期的騎兵路線 也可以考慮轉大象 血量可以高達420滴血 重中騎士蠻抗情況粗的 那千騎兵部分還行 還有三級馬鎧 反制的戰毛兵 也是有自己的一套的方式 那麼接下來看一下兩邊偷看 犀牛 這什麼鬼 看來灰龍偷幹 YO的 YO也來幹越南的 這邊飛龍的 然後邊算是 知悉 心心相喜 常常兩個人也在天梯上面一起打 反戰喔 還是跟粉絲一起打 肥龍跟YO騎士 很好的朋友吧 我感覺上是這樣子 那YO跟肥龍呢 兩位都是中國的玩家 那 YO還是我目前心目中最強的中國選手 肥龍可能是穩居第二 應該問題不大 那肥龍呢 他現在 實力喔 也是有 穩定成長趨勢喔 YO可能有點 要被肥龍超越了嗎 之類的 不確定 結果這兩頭羊 欸 被找到 難道 YO沒有看到這 犀牛嗎 看一下 YO這邊的視野 好 這邊投過去 哇 好像有看到犀牛 看到犀牛動了 OK 這裡有看到犀牛在走來走去 但是最後拉走 結果 肥龍被犀牛頂了一下 白白損失了血 好 這裡要趕快把這個犀牛也拉回來了 稍微守一下 好 結果還是有一頭羊 慢慢走回家了 這頭羊在右邊 不知道會不會找到 好 YO決定要來 拖一下 這個鴕鳥 接下來介紹一下 華遊的文明 是法蘭克人 法蘭克人 特色呢 是他的挖骨子速度 特別快 而且他有免費的農田技術 騎兵路線呢 有免費的20%騎兵血量加成 但是沒有品種 所以就意味著 法蘭克在封建時代 血量上有絕對上的優勢 但是到了 對方 封建時代也點品種的情況下 肉碼是會打輸對手的 所以法蘭克人到了城堡時代 可能優勢會更大一點 騎士就是正常的120血 可以比對方多殘兩隻騎士的優勢了 那後期法蘭克人還有192有小 這個優勢就更大 但他的缺點也很明顯 城堡時代可以打奴兵 風劍時代也行 但到了帝龍時代 打攻兵路線 即使打戰錨 也是很難反擊對方回去了 但是他有火槍跟火炮 還有工程工程師 工程方面沒什麼太大問題 槍兵步兵路線也是 那接下來看一下兩邊地圖 那現在地圖看起來 肥龍地圖是比較好的 甚至算是有點偏天圖的 哇這個圖好好耶 哈哈 好舒服的天圖違法 那現在肥龍問題呢 應該可是這塊附金而已 還有這個石頭 後面還塊附金 整體來說問題不大 完美香香天圖 哇這邊可能就沒有這麼的幸運了 他的果子在前方 而且偏偏凡克的果子就是那麼的重要 如果要圍好也只能往外圍 稍微大一點 正面的話可能直接圍 後面的話可能稍微一下 就還沒什麼太大問題 那不管怎麼說 肥龍這邊需要圍的資源更少一些 而且點位更安全一些 這個果子也是 稍微難受一些而已 好 YO這邊伸到婚姻生 先點下一擊伐木 馬上也補下了馬舅 越南人這邊點下了一擊伐木 槍兵也補下 結果越南這邊走公兵路線 那公兵路線的越南人呢 還有擁有這個血量加成的優勢 公兵的血量會更多一些 好可以看到血量出來就是36滴喔 非常多 一般來說血量就只有30滴血而已 那YO這邊也是轉毛兵出來 好毛兵是先放在 測現場裡面 30滴血 這樣越南人喔 就有這個多頭一發毛兵的 傷害優勢 血量優勢 好 血量多 對公兵來說 雖然可能不是那麼明顯 但是有加成的文明喔 通常都很強 一個是公兵血量加成 一個是騎兵血量加成的文明 滿有趣的對比 OK 這邊直接過來騷擾 越南這裡直接 毛兵往前頭 YO拉了村民過來想要打架 這一波肉馬在後面溜 不能被牆壁戳到 找個機會 反擊一下 這裡射箭場的毛兵趕快過來 好 村民先回家 繞了一圈 但只要讓對方拉村民過來打架 就賺到了 這有點像是收村的感覺 YO這一波打得比較有壓力一點 畢竟毛兵比較慢出來 好 射箭場一擊射 不要趕快補下了 兵工廠已經來了 好 YO這邊補兵工廠 那肥龍呢 肥龍還沒有補兵工廠 哎呀 這個是一個不好的示範 哈哈 那為什麼他不補兵工廠 這主要是要偷農田 哇這個農田偷到了11片田 很明顯 這個偷農鐵很有感 現在YO是9片田 肥龍偷了一個兵工廠 所以現在算得很慢 可以點一擊射 或是工兵鎧甲 但至少鐵金偷了上去 經濟的也會比對手稍微好一點點 好 那現在YO趕快上去 好 農田直接補到15片 好 現在肥龍也是15片田 YO這邊補農田速度很快 把這個劣勢的快要打到沒有了 現在YO這邊的打法是肉碼配毛兵 肉碼配毛兵 打法不錯 但是沒有像弓箭手的那種打法這麼強勢 遇到對方聰明在蓋房子的時候 毛兵的招勞能力不如弓兵 所以我覺得這個還不是封建時代最強打法的原因 好 這邊肥龍是槍兵配毛兵 開始殺了刀 還抓掉了一村 手殺是有肥龍拿下 難道肥龍要逆轉了嗎 我覺得肥龍最近的穩定度也是特別好 結果歪後面這裡也沒有危險 好 證明有機會可以繼續圍了 好 把兵拉回家 走下後面的位置 好 法蘭克人點下了輪軸技術 五隻肉碼 毛兵在後面 十隻肉碼準備過來 好 這裡老佐有個殲滅戰了 來看一下怎麼殲滅掉 先把槍兵投爛 往前投 毛兵 先趕快槍兵趕快解決 先用肉麻扛一下 對方毛病的傷害 好這裡可以上前打了 OK打完收工 肉麻開始無雙 想砍誰就砍誰 這邊是當把費 當自己家沒問題的 好 哇 這顆砍的山好痛好痛 沒了 再用這一波 全部收乾 但是丁烏圖 弓兵加毛兵 來了 毛兵加槍兵 好 拿一隻肉麻去騷擾後方的毛兵 這裡過來防守很快速 前期應該就是這樣子 兩邊來看城堡賽怎麼打 好 補了一個四級 但是歪歪已經點下城堡賽 然後才想說 難道飛龍要翻盤了嗎 結果看起來 這一層拿下優勢並沒有那麼巨大 但是經濟來說還是歪歪這邊落後了 越南這邊的經濟還是稍微好一些 好 待會再補下 哇還有居然偷了這個輪走 哇這個輪走 點下經濟的數位差蠻多的 已經研發時間快了 研發時間省下來的 就可以去多安吉斯村民 在這邊可以看到 越南人村民宿45村對39 差距其實蠻大的喔 好 外遊這邊應該是 目前落後兩到三村左右 並沒有差距到六村這麼多 最近實在是比較早生的 好 這邊一升到城堡師帶 點下了二級色 欸 取消掉了 本來也要點蛙屎 也取消了 好 外遊這邊有點 搖擺不定 到底要幹嘛 好 最主要是點下了二級色 好 還有點下了手推車 先把經濟科技點一點 哇這麼早就點手推車了 可能是不想要被越南的手推車 經濟優勢給打爛喔 那越南這邊果然一上城堡時代 也補下了手推車 省下來時間 又是一個優勢了 外遊這邊經濟開始被 肥龍給逆轉 肥龍這邊是打了三射箭場 馬公路線 這個馬公路線 最重要就是品種 品種也優先點下了 哇 這邊細節打得非常好 該有的細節都有了 好 現在 戰毛兵 適量來到了十隻 現在法蘭克人 外遊點下了一級挖石 工兵科技也點下 右邊的修道院也點了 好 但這一波有點難守囉 外遊家裡的騎士 數量可能不夠 只有戰毛兵 這個高打地有點痛啊 二級射有 二級工兵鎧甲也有 但是沒有僧侶嗎 僧侶還在研發 好 那現在自有軍事優勢的時候 進攻那一方 可以選擇工程器製造所 或是選擇挖石頭策略 去進攻敵人 那現在肥龍是決定選擇了投石車 想要把節奏繼續打起來 到來投石車的攻擊目標 是要往右邊打 先插一下馬丘 唉唷 跟前方的工程器製造所 唉唷 這邊研補的時間點也蠻好的 那我邊都有投石車 跟兵炮情況下 就會比較好做一個對應 好現在3TC開農 肥龍現在是馬公 來到了20隻 20隻基本上可以算是成型狀態了 但是這邊戰毛兵緊追在後 後面補下第四個城鎮中心 繼續農啊 哇那我看起來這一波 黑龍應該沒有辦法繼續強攻 那自己也要考慮要不要挖石頭 補低這個城鎮中心 好彈道水還沒有補 哇唷這邊經濟沒有允許 自己可以點彈道水的樣子 好 越南這邊點上了拇指環 拇指環已經升級好 下回馬公可以射得再更快一點 結果看到光彈七隻刀手 決定要往左邊打 先拆掉了射箭場 左邊兵工場 沒有打算要理的意思 直接要深入進去了 來看一下這一波 這一波關鍵交換 直接先換掉一台頭石 一台奴炮 頭石車沒有第一時間打戰毛 結果戰毛直接 欸唷換掉一個 哇靠 兩台頭石車就這樣被換掉了 哇這樣有點小虧 所以我這一波打得 算是有點小虧 還是還行 現在有彈道學了 現在YO也點下了二級馬卡 後面開始補騎士了嗎 4TC補騎士 好現在經濟 開始想用村民 翻回一城 越南人的村民術 現在是只有87村 還可以再多 好後面兩隻僧侶遭翔騎士 兩隻有機會遭翔到 完美 趕快拉騎士去打後方的 頭石車 頭石車殘血活了下來 好 看頭石車要趕快再繼續按了 右邊青頭 繼續按 那公路線有點麻煩 戰毛兵 勝良二級 攻兵鎧甲 但是還是不敢側面硬鋼 好戰毛兵過來 走一下 好戰毛兵 往前 頭石車拍一下 敵士終於往前衝了 但是頭石車好像貼不到 好 正面補下了一根城堡 後面戰毛兵 趕快輸出戰毛兵 但是騎士好像被馬關給融化掉 頭石車砸到位置十分漂亮 把大量的騎士直接打到殘血 YO在後面補了一根城堡 作為對應 地龍時代準備補下 飛龍這邊蓋寶 拉了非常多村民 十四村 但是正面的位置 看起來 飛龍還是具有優勢一點 所以今天把YO的黃金給空下來挖啦 哇 非常舒服 好 但第一時間點一下地龍時代的 還是YO 但是兩邊的時間相差不遠 只差了幾秒鐘而已吧 對 差不到30秒 好 現在飛龍用馬弓想要秀 但是打戰毛 一九十虧的 電王時代要應付這些馬弓 有點麻煩 反正可能要轉出奴炮 縱起奴炮 打馬弓 用戰毛的話只能稍微擋 要完全擋住不太可能 不然就是要轉一九二遊俠了 好 好 投資車砸了一發 又砸了一下 現在二十一隻的馬弓 數量金慢慢有點 沒有辦法再上去了 好 看一下這一波又要來蓋寶 太可能吧 打YO 這邊投資車一換一 但是後方 打工數量實在太多 投資車再往前砸 沒有砸到 戰毛兵直接閃掉 但是後方的投資車又砸了一發 砸掉了四隻戰毛 最後戰毛還是被砸爛 右邊這個城堡應該是能蓋起來 YO並沒有足夠多的石頭嗎 有 但是沒有辦法躺住正面 所以城堡 有可能只能往後蓋 這些農田又要被捆住了 好 右邊補了一個新的城堡 現在看起來雙寶可以出巨頭 化學要趕快補一下 YO 越南人這邊也是補了化學 待會就有巨型投資機 可以鏟出 後面還有火炮 但YO這裡沒有打算要走火炮路線 可能要直上重裝騎士 轉大量遊俠 反殺回去對方的火炮跟巨型投資機 好 這邊騎士稍微抓到了一些村民 WOW這一波有賺到 但是馬功就贏得滿及時的 三級射好了 化學馬上OK 好這根殘寶只能暫時控住 這裡有按衝車嗎 沒有 是一般的投資車而已 左邊的位置 現在巨型投資機沒有辦法解決 還是要靠騎士 騎士要趕快先量產起來 好這兩隻騎士 勾引到了非常多的馬功 好遊車的位置 四隻馬功抓到了挖野礦的 昆明 哇唷這一波 揮了 但是正面的城堡會拿下 左邊的城堡也快要拿下 OK這裡城堡拿下之後 等三攻好就可以衝了吧 重裝騎士要等遊俠太困難了 還是要先守一下右邊的礦區呢 好先守一下右邊礦區 左邊城堡拿下 巨型投資機直接被往前貼貼 二十隻馬功 開始走私 巨型投資機 只要射一百五十像 只要一百五十隻箭矢 就可以拿下了 好右邊的重裝騎士過來 撞掉了一些馬功 這裡補了一根城堡 想要守住一下這裡的野礦區 最快複礦一定要趕快拿下來 但是複礦的資源也所剩五幾 只剩他一千六 黃金要是一直被挖的話會很虧 後方這裡要稍微收吹一下 戰寶兵已經沒有再出了 現在農田沒有辦法穩定起來是個問題 好這裡馬功上前 直接吃掉這些馬功 唉唷 騎士吃得不錯 好這裡騎士往前 看能不能多抓一些村民 一波騎士確實讓越南人有點難受 重裝馬功都升級好 7加4血量92滴血 標準的馬功 看馬功這裡好像有個東西沒有點到 好對三級的工兵鎧甲 公兵鎧甲 公兵鎧甲好像記錯 不是越南人 超越南人好 算我們有免費的工兵鎧甲好像太強了 免費的公兵鎧甲是哪個分秒 朝鮮人 不好意思 這場比賽前面的播報有點講錯了 好這裡馬功來到了8隻 後來我放的馬功數量也是蠻多的 這裡還有13隻 現在廠商總數加起來有47隻的馬功 火炮現在開始反擊 最後變巨型投資機 巨型投資機也想要反殺 好這邊砸到一匹馬功 還不錯 好但是巨型投資機還是 沒有辦法砸掉一台火炮 有點可惜 火炮趕快點 來一台火炮也行 哇這個我是城堡蓋好 沒有第一時間去點火炮 歪歪這一波有點小推 好那農田趕快回根一下 現在歪歪一個伐木工都沒有 全部拿去撒農田了 好這裡有機會可以點遊俠 好遊俠這時候可以補 後面這一坨的重裝騎士 再一次抓到了 尊敏 游車這一坨的馬功 來到了24隻的數量 法蘭克人 遊俠還有兩分半 現在這個時間是很危險的空窗期 臭明書也下降了有點多 這裡臭明書也收了七七四十九天 資源差距越打越大了 歪歪這裡經濟有點慘烈 右邊的城堡也很危險 城堡只要一被拆掉 右邊的礦區也就沒了 現在正面的副礦也被對手給挖完 現在法蘭克人後期的遊俠數量 肯定勢必會下降的有點多 看能不能再往外蓋寶 把這個黃金給拿起來 那歪歪的勝率 可能會再提高一些 現在比較優勢的是越南人 越南人這邊 一起兵過來 開始轉馬了 這一坨馬功暫時還是解不掉 即使出戰矛也很難打得回去 太痛苦了 歪歪現在沒有辦法 可以阻止人家的馬功 再加來自己放來放去 依舊在等遊俠的誕生 這裡一個聖武也要被打出來 現在肥龍盡可能的 想要控制Wild所有的黃金資源點 右邊補了一個城鎮中心 左邊這個地方 可能可以考慮挖一下城堡出來 遊俠還有20秒的時間開始成形 這一波重裝騎士上去 好像有點提早了10幾秒 但是不上的話 臭命會死傷慘重 這一波高地騎士 遊俠準備變身 OK 終於變身了 點遊俠了 反而客人 等遊俠好 臭命處只剩下82村了 好 右邊 開始開採 所以從這裡賣了 一堆食物 外奧這邊也是賣了一大堆的食物 甚至 買了100石頭 然後往左邊蓋寶嗎 因為我正面的馬功射擊速度太快 直接收掉了三隻遊俠 左邊的遊俠往右邊衝 這裡有點危險 神女遭翔沒有遭到被砍死了 被砍死了 好 這邊法蘭克 要小心 要小心 沒有抖動 天阿 全吃見死 哇 這邊的遊俠 好傷 好 現在轉出輕騎兵了 轉輕騎兵的暗示 就是代表自己快沒自願的遊俠暗不齊了 對於飛龍來說 是一個好消息 看到輕騎兵 就代表自己離勝利越來越近了 好 這裡遊俠繼續追 這裡拉了很多的馬功過來硬追阿 不敢掉以輕心 飛龍這裡好像有點 在忙著打右邊 直接抓掉一台巨頭 第二台巨頭也拿下 歪歐 涼了 這個是涼了 這些聰明也沒辦法逃 聰明處 還沒有辦法拉起來 一直在打架 經濟有點慘烈 好 輕騎兵過來 想要BD 抓些村民 但飛龍 村民處一直都是滿的 人口一直都是200人口 紅金這一塊也拿得下了 現在 欸 飛龍哪時候被收掉三台火炮的呢 剛剛沒有看到 這波打中線也是打得很漂亮 找了三台火炮 被攻城的壓力就稍微少了一些 然後這邊存了一些遊俠在左側 後面補下了第四個城鎮中心 好 越南這邊轉出大槍兵 要來守遊俠 但是我覺得現在光靠這些馬弓數量 應該就很綽綽有餘了 現在馬弓廠商數量來到70隻啊 左兩邊都各35隻 光這個數量也對對方遊俠造成很嚴重的打擊 好 這一線馬弓又要再嘗試 從後面進攻 再次走到後方農田 抗兵升級好 防守遊俠 沒煩惱 好 盤客人點下了 增兵技術 墮馬開始狂按 但是只靠肉馬 是打不贏對方的馬弓的 感覺YO只能放棄這場比賽了 這場比賽 怎麼看 法蘭克人都沒什麼後期機會可以打 或許在那裡轉一些奴炮防守呢 效果可能會不錯 而且重型奴炮也不需要黃金了 好 這時候YO打出了GG 我們恭喜肥龍拿下比賽勝利 那這場比賽的結果也是讓人蠻意外的 最後肥龍是打贏了YO 所以我覺得肥龍有可能 在這一兩年內 有可能會超越YO 也說不定 那目前我心目中YO還是中國第一 肥龍的話 有可能也要開始要 戰勝YO了嗎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 是由肥龍拿下資源上的勝利 贏得1萬資源 支入部分稍微輸了一些 但是黃金贏得大怪快要6000多 勝事物也拿下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